以下节目指标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异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讲美剧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雨伞学院 The Umbrella Academy 的第一季 雨伞学院改编至同名的漫画 不是Marvel,也不是DC,而是匹马漫画的漫画作品 其实这套漫画还在连在 目前有三个重要故事系列 第一是Apocalypse Street 第二是Dallas 第三是Hotel Oblivion 而今次Netflix改编的电视版 很明显是针对第一卷《世界末日》来讲的 雨伞学院第一季,总共有10集 每集大概60分钟 故事是1989年,有43位女士突然大肚子 而其中七个孤儿被这个疯狂富豪受养 他们各自展示出不同的疑伦 终于成立了一个雨伞学院 去拯救大中世人 故事一开始就是说 富豪爸爸的突然之间死亡 令各山东西的兄妹们重聚在大宅 失踪了很多年的5号终于回归 透露了8天之后就会是世界末日的故事设计 整季就开展我们要阻止世界末日的故事 看完整季,Netflix今次的改编也不便宜 整集的拍摄数是高的 CG画面也做得精彩 以及演员有水准 而且在剧中有七个学员 而且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 整部剧本以分配角色的气氛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了 加上漫画原作的诡异 Couch的风格 这部剧本应该是我喜欢的作品 但是 正正是因为它有异常的优点 令这部剧本有缺点 变成不能接受的程度 在剧情上或者在角色处理上 其实都充满着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而且剧情的拖对白上的重复 其实是令到我有少少失去了耐性 剧情中段其实就出现了很多我想fast forward的地方 所幸的是它的结局 就是能够将那么多角色的能力都发挥出来 就是令大家对下一季是有期望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你会觉得之前的集数就好像在刻意等到结局的时刻 才会有这个转变 整季的故事 其实看头两集 再看尾的两集 似乎就好像已经明白了整季的故事 中间的集数干什么呢? 逗选 角色方面 雨傘学院的七个成员 其中三个我会叫她做闪电俠一家 因为他们的讨厌程度是直逼The Flash 里面的闪电俠一家 有1号Luthor 他真是超级终极 终极地讨厌 别人真 爸爸叫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整个家团结一致 到范围出事 就和大家说 不要理他 大局为重 永远还要觉得自己是大哥 明明是同一天出生 大哥都 我是拥有着很远大的目标 和志向我要为爸爸服务 但在这个家团的作用 只不过是为了扣女 大家就说要放走花牙 他就说不好 结果就疯了事情 后来又说要指挥大家 阻止这个世界末入 你可不可以去死 然后3号 Alison 其实这个角色的抱歉程度也是一绝 这个角色 他今季所说的传统能力 只不过是铺战 而是没有任何作用出现 而且他和Luthor 那种苟前不清的感情 其实是醒到我最想飞的地方 他和Fyne那种瓜葛 反而令Fyne这个角色也扣分 2号Diego这个角色也算可以 但只不过他说不上是我喜欢的角色 而且他有很多的举动都很无谓 角色整季来说 其实他没有变化 好像摆设似的 而7位成员里面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最吸引的是5号 因为那个演员的演出是厉害的 他的故事是靠演员的个人美力去达成的 但如果你从剧情的铺牌上去看 由于这个角色永远是一个独行合的角色 就令整部电影没有了一家人通力合作的电影 而第4号Kiles 反而是后起之手 这个角色整季的变化 令他成为这部电影的NVB 在剧情开始的时候 他的作用不大 他只是说他是吸毒上瘾的Junkie 后来他被人绑架 再说回他的童年 为什么他会有他的毒癮 后来不小心进入其他事控 感受到战争 感受到爱情 然后他那种突然间对人生的觉悟 后来他发现原来他的能力 在清醒的状态下 是有更加强的作用 那条件我看到最后是惊喜的 6号Ben 虽然他很明显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整部电影都好像是一个Calevay的作用 但我觉得他的作用都比1号、2号和3号 本来他的角色只是局限于和Kiles的对话 到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远超于鬼魂的角色 这是令我期待下一季他的发展 而且故事还未说Ben是怎样死的 7号Fire 他是整部漫画系列的重点角色 可惜他在一部剧中 除了他最后的疯狂暴走之外 其实我感受不到他对家人的恨 他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所以我也是讨厌这个角色 即是7个角色里面 有4个我是不喜欢的 太厉害了 而且Firen这个角色 是引生到这部剧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部剧其实是没有任何疑团 但总是要假扮到有很多疑团 譬如一开始就说 究竟谁杀死爸爸呢? 是不是Diego呢? 是不是妈妈呢? 而且Firen在首两集 其实我已经猜到他是有能力 Pogo永远都是 这是所有人都不能知道的秘密 之后那几集八天之内 每次家族找齐线 Pogo就会冲出来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家族是有个秘密的 是时候要告诉大家 还有就是Firen的男学生初次出现的时候 一看他就知道他是有阴谋的变态跟踪狂 故事总是要说他们有那种平然心动的感觉 但劇情上他只不过是用Firen的对白去交代 Firen对这个男生有什么感觉? 我们是接触的 他觉得我特别的 由于这段关系 其实是跟Firen和Alison的冲突有联系 正正因为这条感情线的薄弱 亦令Firen和他家人的冲突很薄力 反之就是故事另外两个反派角色 Hazel和Chacha这对杀手拍档 故事就是说这两个人 是commission委派出来的杀手 就是要杀了5号去阻止他拯救这个世界 这两个人其实并不是那些冷酷无情的杀手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很忠心的精英打工仔 对公司依然有埋怨 但事都是要做的 到后段他们两个人的互相猜疑 甚至有点爱意前面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比1号和2号一百倍多 后来Hazel和5号见面 好像我见到很仰慕你 那个神情的对话 后来他对杀不杀Chacha的心理振扎 Hazel这个角色是比预算学员更好 剧情中还有很多个腹笔 从今季讲的故事 其实你已经看到漫画故事的设定很大 例如Bang为什么会死 那43个都是那天出生的人 那些去向在哪里 或者那天为什么会有一堆女士 会突然带肚 还有富豪爸爸的结局 他有说小提琴的故事 究竟是什么回事 以及他有什么神秘身世 那Commission他很坚持要发生世界末日 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如果你做到今季 然后你和大家说 其实没有下季 其实大家是会瘋的 整体来说 这一套剧其实是吃飘 吃演员 那剧情上的铺牌 其实也是有少少摆不开 它漫画的模式 就是支線过多 但是主线算是 有漫画加持都算是OK的 那你看我吐槽了这么久 究竟雨生学院好不好看呢 好看的 是好看的 以一个漫画的剧迷来说 这是一套能够展示到原作 即是诡异风格的作品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下 还有记得点赞和订阅 拜拜